這個球應該是平非安打的 那我的朱玉璇今天 在手感上面呢 又持續加溫喔 擔場的第三支安打 猛打 是 吃頭了喔 這個球反而就比較高一點了 朱玉璇這個攻擊 也有點刻意在針對高球 結果是投手犯規嗎 是一雷神這邊 那現在是統一這邊呢 教練要上來詢問一下嗎 我們要慢動作再看一下才知道是 比較明確一點 林肺平總教練就接受了 喔 是動了齁 他是已經固定動作做好了齁 是 郭琳璇 結果這個時候適時的安打出現 不過因為 這個 打得算強嘛 是 然後當時朱玉璇第一時間也沒有直接跑 都要確定這個球會穿出去 現在變成的是 一三淚有人 這一球其實 朱鑽頭的進來角度 非常不錯喔 就是小胖的揮擊技強 縮著手 他有辦法把他打得這麼強 場上呢是做一個代跑的更換 那代跑的是林子偉 或許這些救傷也都會影響到他整體的揮擊節奏 做一個 倒壘的一個 戰術喔 推進到了二人 喔 這個球打出去 有機會了 那這一支安打呢 應該會兩分打點了 林承飛的長打出現 一路到全聯打牆 哇 重要的一擊啊 林承飛 喔 這個時候 有這兩分保險進帳 今天個人的第二支安打 我們在講說 阿飛還在尋求他的這個打擊手感要趕快找回來 是 才剛講完啊 投手教練就喊暫停了 其實並沒有失頭耶 沒有失頭喔 其實 不過因為 在打者的角度來說 曲線防守的話 其實只要有打到球 就有機會了 所以這過程中 打者在揮擊 也會比較 能夠放心的去放手一步 喔 那個時候的擊球可能很 也會很危險 按照 如果再次出發 就只有這次的打機 就有1場子 得到 2場子 的 打機 1場子